今天跟大家来到分享的一个讲题 就是为何要开荒火热吃苦 刚才有些诗歌都有唱到这些字眼 我们一起同读今天的经文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 作了基督耶稣囚徒的 替你们祈祷 想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 把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 用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你们读了 就会知道我深深了解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让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向他的圣徒和先知启示一样 就是为帮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治同为一体 同为蒙应许的人 我作了者福音的福音 是照着神的恩赐 是照他运行的大能 似给我的 虽然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他还似我这恩典 让我把基督那插不透的丰富 传给外邦人 又使众人都明白什么是历代以来 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女的奥秘 为要在现今藉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知道神白般的智慧 这时照着神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 所完成的永恒的计划 我们恩信耶稣 就使他放胆无拒 满有自信地进到神面前 所以我求你们 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这原是你们的光荣 好 丁姐妹让我们再一次的聊去祷告 天父我们多谢你刺下你的话语 求圣灵在我们中间里面 自由的工作运行 让你的话语塑造我们熟人的生命 旧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明白真理 也都被真理所塑造 更像基督耶稣 祷告奉主耶稣圣明 阿牧 整个第二章的以课所书 是讲到上帝在基督的里面 在十字架上高 废掉了人神之间的冤神 有罪的人 和圣洁的上帝中间有一栋墙 谁能够打破一栋墙呢 唯有十字架的救恩 今天无数的婚姻家庭 我们发现当中里面 都有不同的口场 父子父女的亲子关系 母子母女的亲子关系 夫妻之间的彼此的结恋 上一代和这一代的关系的结恋 我们发现整个社会里面不少的家庭系统 都出现了不少的围场 不少的墙壁 究竟有什么力量 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格核呢 我想来想去 是唯有十字架 有人去用一个三角形 去形容 今天第三章 以福所书这一段的经文 头的十三节 一个三角形 左手边是犹太人 右下角是 一个外邦人 即是左下角是犹太人 右下角是外邦人 最顶端就是上帝 无论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 每逢他们和上帝的关系 亲近一点 他彼此之间的关系 都会更亲密 当然 如果不是神 首先透过耶稣 基督的十字架上高 灭了冤神 外邦人是无法能够进到自圣所 而犹太人也无法 可以去到自圣所 虽然他是犹太人 但他都不能够 因为他的肤色 以及因为他自小守摩式的律法 就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进入这个自圣所 大家都知道 在五经的时间 大祭司每年一次 战战兢兢地 来到去带着 这个羔羊的血 来到进入 这个自圣所 如果其他祭司 来到在用他们的绳 绑住大祭司的腰间 他们放大祭司进入自圣所 如果大祭司 是不能够生存 被上帝在自圣所里面 击杀的时间 就代表上帝不越纳 那次的献祭 其他祭司 就会把大祭司的尸体 来拉出来 所以希伯来书 在这个文化背景的里面 教育的背景里面 告诉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 他一次的献上 就成为永远 属罪的根源 甚至希伯来书 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是 我们的大祭司 他凡事都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过罪 一方面 耶稣基督 他凡事都受过试探 但却没有犯罪 第二方面就是 既然耶稣基督 凡事都受过试探 在人间里面 他经历了 人那种的喜怒哀乐 他有仇苦 他有担心 他有开心 他也有哭忍 我们见到耶稣基督 他是百分之一百 的一个人 所以他能够代替 我们 生缘十家 耶稣基督 亦是百分之一百 神的儿子 所以他能够 以无罪之身 替我们成为罪 所以他堪称 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 他是我们 忠信的大祭司 他要求我们 邀请我们 凡事将我们的仇爱 我们的喜怒哀乐 我们的重担 都带到主的恩座前 因为耶稣基督 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 其实在普罗的神学 无论是罗马书 和其他书信里面 都告诉我们 知道耶稣基督 他不是升一天之后 就站在他手上 不做事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 每时每刻不住的 为信徒去祈求 第八章的罗马书 也都告诉我们 圣灵 也不是 行懒不结果子 圣灵 是会用 说不出来的叹息 为信徒的软弱 来代求 是不怜不忧 不停断 有时候 我们基督徒 都会软弱 忘记祈祷 或者我们都 会有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不能够听起来 但是圣灵 会为我们去祷告 圣灵 为我们的哀伤 去祷告 圣灵 为我们的喜乐 去祷告 去感恩 去赞美上帝 世间上 哪有一位 好像圣灵那样 不年不休 二十四小时 为我们代求 有哪一位 好像主耶稣 这个大祭司 他没有罪 替我们成为罪 而且他 要求 和邀请我们 常常将我们的重担 带到他的恩作前 告诉他 射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个这么浩瀚的真理 一个这么名谣的救恩 为什么我们不去传让呢 圣灵 第三章的 以彼所书 是要告诉我们 保罗 他见证 这个的奥秘 就是救恩 就是教会 对保罗的书信来说 从来奥秘 不是要刻意 令人不知道 一些东西 不是要隐藏 神的真理 奥秘 是指向 基督的福音 奥秘 是指向教会 教会 就是奥秘 因为神要使用 这个教会 成为全阳奥秘 的一个群体 所以保罗用到一个字 就是十三节里面 那个manifold 这个字 就好像花海 有各种花位 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美丽 原来 从创世纪开始 一直到启示录 神的救恩 从来是 整个的过程里面 那条的主事 这是创世纪 第三章里面 亚当夏娃 企图用 无花果叶 来遮蓋自己的羞耻 但是徒努无功 但是第三章尾的时间 大家发现 是十五节开始 上帝用一个方法 是绝对能够遮蓋 亚当夏娃的羞耻 是什么方法 就是皮脂 皮脂一定是 从滞生里面拿出来 这个皮脂 是代表着高阳的血 才能够去 结症 遮蓋亚当夏娃 那种的羞耻 不是无花果的叶 而是救恩 今天 无数的婚姻家庭 有没有人告诉他 唯有基督的救恩 才能够遮蓋 家庭婚姻里面 那种的羞耻 那你说什么羞耻 很多时候 我们有意无意之间 言语上面 abuse 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不单止没有 free aid affirmation appreciation affaction 我们不单止没有肯定 没有赞美 没有拥抱 我们甚至用语言 去伤害 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的孩童 甚至我们的长者 我们的老人家 是什么因素 能够塑造健康 fruitful的婚姻家庭 是神的爱 所以宝罗就说到这个救恩 这个magniful 这个多姿多彩 是百花齐放 很colorful的救恩 由救护创世纪 一直到啟示录 你发现 神的救恩 是多么丰富 最近我听回 以前在中国神团研究院 温米尔博士 讲授的 殉道神科 讲到千禧年观的时候 有四观 牵涉到你解经的时候 究竟是literal 是字面的解经 还是寓意式的解经 什么时候是寓意 什么时候是literal 字面的解经 是决定了你 究竟你选择 哪一个千禧年观 再前被提 还是再终被提 还是再后被提 也都牵涉解经 不单单影响我们的解经 不单单解经影响我们的观 我们的千禧年观 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实前 例如很简单 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还以为人靠自己的能力 可以塑造一个地上的乌托邦 根本不会成功 甚至有人曾经认为 达尔文的进化轮 是世界的盼望 连达尔文临终的时候 在他书本里面 都同神懒悔 求上帝宽数据 年轻的时间 将一些读数 放在小学生的课本里面 根本 世上没有一种的物种 能够找到没有缺患 去支持这个进化轮 没有一个的生物 是没有缺患 在化石的发现里面 但是奇怪 我们发现大英的博物馆 欺骗了人类一百年之久 用狗呀 动物的骨 用胶水 粘在一堆 就企图去迷惑人类 告诉人类听 有一种物种 有完整的进化过程 其实是欺骗了人类一百年 大家看跌正代判 都会清楚看到 史托德牧师 用这个多彩多彩多姿的字眼 是谁 上帝就是跟苏罗说 苏罗 苏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 意思就是你以卵击石 是impossible 你不能用鸡蛋 和石头去砍 保罗 扑到在地 上帝要他瞎了三日 神偷过阿尼亚 来到按手 在保罗的身上 保罗 核眼三天 接着就经历 他的眼睛 如同鱼片 跌在地上 于是他重见光明 神偷过阿尼亚 等等 你要带领 这个的保罗 去到基督徒的团契的里面 甚至后来 在加泰书第一章 加泰书第一章记载 保罗曾经在 这个的 大马式的抗野 在这个的 阿拉伯的抗野 来到是 有三年之久 去默想潜修 无数诗经学者都告诉我们 保罗在三年阿拉伯的抗野里面 做什么呢 他就是思想 救约的尼塞亚 和新约的基督两者 有什么关系 其实 第53章的 尼塞亚书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 或者他这样说 尼塞亚是无佳形美容 没有人能够去 因为他的外表而去羡慕他 他受的边伤是要我们得到意志 他受的刑罚是叫我们得平安 就算尼塞亚先知 对于新约里面 保罗所说的奥秘 福音的奥秘 其实都是一知半解 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 今天这13节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 根本 旧约的先知 第5节 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让人知道 将如今借着圣灵向他的圣司徒 和先知启示一样 你说 一方面保罗认为 信仰的根基 应该建造在司徒 和先知的根基上 但另一方面又说 先知 和旧约的先知门 甚至是耶稣的门徒 对于奥秘 有时候 都是一知半解 要耶稣去 解释给他听 例如很简单 门徒阻着小朋友 去到耶稣面前 耶稣说什么 不要阻碍小朋友到我那里 因为天国正是他们的 门徒一知半解 门徒跟着耶稣这么久 就算比得雅各约翰 是经历这个登山变像的经历 这个是神迹 但他依然落山之后 很快就忘记了 什么是天国的奥秘 所以耶稣多次的 用地上的花 天上的妃鸟 带自然的物件 来讲述天国的奥秘 甚至比得来到去 拦阻耶稣去上十字架 耶稣怎么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根本比得不明白 耶稣若果不是上十字架 他根本不可能去成就救恩 而比得也不可能有盼望 门徒门也不可能有盼望 以色列国都没有真正的盼望 全人类都没有真正的盼望 就算阿加布法预言 耶路撒冷又捆所又苦难 等着保罗 但保罗依然 直往耶路撒冷 因为对保罗来讲 从来没有十字架 就没有冠冕 是人都想有冠冕 但是有多少人愿意 来到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去跟踪神 第六节 就算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子 同为一体 同为蒙英许的人的六节 你发现保罗想说什么呢 由旧约开始 整个三十九卷的圣经 是要告诉人知道 旧约是以圣殿为中心 而圣殿是有外邦人愿的 而圣殿的结构里面 有智圣所 有圣所 有其他的部分 有外院 有外邦人愿 而大祭司一年一次 战战兢兢地 要进入智圣所 本句话说 大祭司虽然是亚伦的后裔 长子的系 但他自己本身都是软弱无能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 但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人怎么能够靠自己 去到智圣所呢 是不可能 于神就来到 藉着耶稣基督成为信徒的大祭司 他一次献上 他自己作为祭生 就成为人类永远得救的根源 从来没有人像主耶稣那样 他既是祭生 也是祭司 献祭者 他甚至是接受祭物的那一位上帝 世间 怎会有 这种真理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听听听听听 耶稣基督是祭物 耶稣基督是奉献祭物 献情祭物那一位 耶稣是收纳祭物那一位 耶稣是祭生的本身 这个就是希普罗书里面的真理 你怎能够不去赞美我们三亿的真心 浩瀚的真理 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个同权同名同质 同一样有神的荣耀 同一样有神之所以为神的性质 同一样的荣耀 所以人看不到神的荣耀的时候 人就不会用去敬拜神 我们的小朋友若果在家庭里面 见到父母的圣洁生活 兄弟姊妹作为基督徒的圣洁生活 他自然对神会敬畏 我们的爸爸妈妈见到他的子女 敬虔的生活 圣灵的果子 他自然就会 对举利的上帝去敬畏 父母 若果 与上帝之间 去建立一个铁三角 太太 三个人的左下角 丈夫是三个人的右下角 而顶端 三个人的顶端就是上帝 这对的夫妻 若果与神的关系越近 距离越近 他两者的距离就会越短 这个恒久不变的真理 就是我们举办恩爱夫婦认的原因 小祖的生活一样这个道理 若果没有敬虔的祖长 很难去带领祖元 去敬拜上帝 侍奉上帝 不会是因为祖长的年龄 来说服祂的祖元 敬爱上帝 从来是敬虔的生命 没有敬虔的牧者 也不可能容易带领顶姊妹 去敬拜 敬畏 上帝 我最近和子女经济的时间 我会发现 荣耀归给上帝 为什么他这么乐意 来到他侍奉神 做大学生团契的导师 做祖长 甚至来到元朗开荒 做青少年人的导师 甚至愿意交给上帝 求神感动 呼召他 成为上帝永远的用人 这些全部都是神的恩典 从来都是生命影响生命 不可能是靠人的说话 对保罗来说 外邦人得以在基督里面 借着福音 同犹太人同成为后子 第六节 简直是一个奥秘 但奥秘不是要收藏 不让人知道 启示就是要人将奥秘 揭示出来 启示就是将布链拉开 就好像中学小学的礼堂 或者戏院 将那个幕拉开 你就会见到那个螢幕 会见到那些表演 所以启示就是神主动的工作 将他的奥秘打开 在旧日的世界里面 人一枝半解地去理解神 奥秘的救恩 但神借着耶稣基督 将这个奥秘 讲得明明白白 给人知道 从来在罗马帝国的世界里面 只有死囚 才会被针十字架 而且是极之重的重犯 才有可能被圆挂在十架上 但为何百姓宁愿要释放巴勒巴 都不要耶稣呢 因为他们一群是不敬畏上帝的人 宗教人士的失职 他们的生活就是宗教 religious 今天教会的復兴的道理 永远都是要放下 quote and quote religious the Bible is called living Bible 葛培尼牧师常常都说 living Bible 拿着一本圣经来说 这个就是神的话语 the Bible says the Bible says the Bible says 你不要跟我说哲学家说什么 圣经说什么 所以弟兄姐妹 你和我就是一本活的圣经 你何时见过 有一位弟兄姐妹 靠着耶稣基督的真理 神的话语 去建立他的婚姻家庭 而他的婚姻家庭会倒下来 世上有没有一些见证 是见证人 见证他跟随耶稣基督 敬畏上帝 而结果是一败涂地 要做乞丐 圣经里面说 没有人会做乞丐的 如果要敬畏神 圣经说的 神不会忍心人做乞丐的 只会敬畏神 在我们《价值观重正》 这本书里面 你不是告诉我们 Johnovan Edwards 他为何敬畏神 他跟他的子孙说 无论世世代代 这个Johnovan Edwards 我都说知 他的后人 多穷都好 都要敬畏上帝 甚至使用他 他家族所出的人 不是副总统 律师 大法官 医生 和各种专业的人 就算是平民的人 都是要贡献社会的 就算他不是专业 他都是贡献社会的 但另外一个不知名的人 跟他打对台 他说 我的子孙一定不可以敬畏耶稣基督 出自著名的大学的追访的里面 发现这个不敬畏神的家庭 所出的人 是社会的寄生状 是那些 聚走的人 奸任努力的人 令到社会大量的公帑 耗费的人 而他们都不建立社会 这种全息就交给广大的使命 这个全息就交给整个美国的人民 这个全息就交给 所有世界上70亿的人 敬畏神的人 他们的后代是怎样 不敬畏神的人的后代是怎样 所以你发现 好像又是讲回这个福音 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呢 为什么他经常讲来讲 要讲福音呢 教会的人不争气 就是因为教会不存福音 教会知谁不存福音 分岁 沉睡 是因为他没有发现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John Stock在他的《真理沉索》 这本书里面说 在英国很多的街童 玩到成生泥瓣泥浆 经过一条街后 他不用那些水 也不用那些肥皂 于是他身体得不到洁净 得不到香噴噴的经历 今天福音就是肥皂 今天福音就是能够洁净人生命的水 人之所以仍然在救恩之外 人仍然在救恩之外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 不愿意去传扬神的救恩 我就是在四岁的时候 我就很紧张 你看他什么时候生日 宿灵的生日 带领他成为基督的门徒 我女儿都一样 你写在他主学的货本里面 他的手册里面 至少就送他一人一本的灵修的书籍 让他能够每天操练灵修 祷告 小朋友不需要十几岁才做主的门徒 很小时就已经要学习做主的门徒 你看BSF资料里面 同样有一些是孩童 不是只是adoles 不是只是长者 不是只是年轻人 甚至是年少的人 甚至是孩童 都可以有份于 在BSF的操练里面 神的话语的徒族的经历当中 我想说的 如果你真的看到福音本是神的大力 你就会传扬神的救恩 保罗之所以作为外邦人的仕途 是因为上帝的选招 是因为上帝特特选招他 主要是向外邦人传福音 保罗没有说他不向犹太人传福音 但是他主要被简选成为外邦人的仕途 而彼得是主要被简选成为犹太人的传福音者 所以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成为长老 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 这个是彼得 但是彼得 楼房上高土局的经历 有一块布四只角是上天上去 神就要彼得吃光所有布里面 那些犹太不会吃的东西 例如堵着不分体 例如无论无次的东西 彼得说我从小都没有吃过这些东西 但是上帝说你要吃 其实的寓意就是什么 你不要认为外邦人是不洁 外邦人是神所爱的对象 你想想在约拿先知的时候 多不愿意 心不甘情不愿去离离未成 很晦气地说福音 传承的人包括动物宠物 传承悔改 披玛蒙悔 这么不愿意传福音 传个离离未成的人都得够 左右手都分不到的那些婴孩都得够 今天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够一切相信 你有没有想过 苏牧师 他都没有想过 他传福音 起码有一个我和其他同学 信了耶稣 我们就能够继续成为福音的接盼者 整个恩福 他跟我说 他和其他同工说 是只有我这个学生 这个福音的果子 是和他一起成为同工 命要归给上帝 不是我们 是他说 他一天带着我去沙田一间基督教育的中学 有五百多个校长 副校长 和一班主任级的人 齐集 听牧师 松牧师的讲道 我就去讲 我自己生命被福音流转 我讲完之后 一个校长周来跟我说 他说牧师 我觉得我一间学校很有盼望 你这么差的人 都因为福音的缘故 有这么大的改变 成为一个牧师 我整间学校千多人 没有一个比你差 所以我深信 我学校里面大有盼望 我将名义归给神 我敢的人学神打 偷野 看那些色情的刊物 电影 撩女仔 不读书 打麻将 打排狗 学倒马 十三章 还要拜鬼神 我没有养鬼仔 我真是玩碟线 但是 神竟然在垃圾堆的里面 去减少我 成为福音的侍者 在我真属的里面 他们为我们的家庭 去感谢神 原因是 我们家里的里面 我带我爸爸信主 他是一个 极度 中心的共产党徒 他都信耶稣 他都信耶稣 我妈妈信耶稣 我弟弟信耶稣 我还有一个弟弟 还没信耶稣 我仍然努力的 全阳神的救恩 一章十八节 林前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 为如主 在我们得救的人 他是神的大能 总结 我跟大家讲 今天的经文很简单 是要讲到 就是 福音的侍者保罗 之所以成为福音的侍者 是因为神的简讯 第二 福音的性质 就是 神借着启示 将他的奥秘 因为奥秘 就是十字架的道理 就是神的福音 去显示给世人知道 而最后 保罗讲到 他说 弟兄姐妹 不要以我为福音 受菌所为此 这原是 你们的荣耀 也是 我的喜乐 也是 我的本分 是参与基督的患难 参与基督的荣耀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觉得 能够传福音 是参与 上帝的荣耀 最后 我用一个例子 告诉大家 神是保守着我们的 在文革的时候 有位宣教士为福音的缘故 在监牢里面不断传福音 肉掌就跟他说 你再传我就枪毙你 最后 这个宣教士 仍然传福音 后来有一天 这个肉掌很不耐烦 很愤怒 拿把剪刀 扔在地上 一张的 类似A4纸 扔在地上 你有本事 一刀就可以剪到 一个十字架 我就释放你 不再枪毙你 谁不知 这个宣教士 跪下祈祷 天地万物的真神 你是人类的造物主 求你彰显你的大能 你亲自帮我行这个神迹 他一把剪刀 一剪 就一个十字架 我两天之前在家 晚上 我又试一下子 谁不知 真是一个十字架 剩下的紫碎 加上的十字架 是可以构造到永生 没有了十字架 就变成永死 和地狱 HELL H-E-L-L 不信你试一下 我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因为我很睏 我就是做了十字架 但我停留在这里 但那个方法 随时你可以问我 或者师母拿 你就回去用A4纸 不要A4纸问Lilton拿 你回去做一做这个实验 教育童主学的时候 告诉他一刀 一张A4纸 就变成一个十字架 非常漂亮 还有那些剩下来的税 是可以构造到 刚才说永生 或者HELL Depends on 你有没有十字架 或者第一次祈祷 今天上帝我们 多谢你 让我们见到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够一切相信 等着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话语 你承认 神的话语是一切 神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 整个仓西基是说 Bara和Yazza Bara就是从母变成有 Yazza就是从先传的物质 要去创造亚当出来 创造其他的东西 但从来神的话语 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 神的话语是我们整个分身家庭的根基 神的话语是我们整个教会的根基 神的话语是我们每一对夫妻 关系感情的根基 神的话语是我们所有家庭里面 亲子关系的根基 神的话语 也是我们社会里面的根基 如果无数的基督徒 每日过圣洁的生活 就好像宋上哲博士一样 神感动他 圣灵充满他 去到曾经有一年 去到新加坡这边去开奋兴会 我在新加坡的同学跟我说 那一年新加坡的税收是特别多 多到客到政府很紧要 原因是很多的人不再瞒睡 很多的人 认罪悔改 库房大大增加 可见人的圣洁生活 和神的话语是拉上密切的关系 我们的小朋友是否能够结到圣灵的果子 孝顺父母 勤力读书 有爱他自己的同学 他的朋友 他的邻居 Depend on 神的话语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第一次如果听到神的话语 如果神用得着你 清除神的呼召 甚至做传道人宣教事 全时间奉献神 你都愿意的 如果是清除神的呼召 你愿意走上奉献的道路的 请你举起手来 我说你祈祷有没有呢 有很多 如果今天听到神的话语 你以前只不过觉得自己是一个信徒 偶尔中回教会 但你很少 很用心 很严肃地 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神 你愿意由今天开始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神 以成为基督的门徒 在神的话语里面装备自己 扎根 你愿意荣耀主一生 一世 请你举起手来 我说你祷告 有没有那么顶子妹 有很多 神的荣耀归给你 求你的灵继续工作 塑造我们这里顶子妹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 成为天使 回到家里面 成为家人的祝福 成为家人很大的帮助 祝福他们在职场里面 在社居里面 在家庭里面 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名要主 祷告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